另外来看中国大陆这次再度杠上瑞典 而闹事的还是驻瑞典使馆 外头有人在抗议 使馆人员竟然请出他们的第一夫人彭丽媛来救驾 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乍来内传出音乐声 几个警察拿出手机录影搜证 而距离使馆一条马路外 一群身穿法轮功制服的学员安静的排成一列 中国大使馆为了干扰群众抗议 用喇叭放出响彻云霄的女高音 仔细一听原来歌声来自于她 中国大使馆搬出习近平的妻子彭丽媛 对抗议者发动高音频攻击 时间长达两个多小时 过往行人全都看傻眼 更惹恼了瑞典警察 认为这是严重干扰 要把中国大使馆的行为汇报 给瑞典外交部调查 其实瑞典直接杠上中国已经不是第一次 去年九月中国游客贪小便宜 四人享住三人房被警察强行代理 还有节目上酸中国游客在海外的不文明行为 这回连中国驻外使馆都加入胡闹 幼稚的恶霸行径恐怕又要引来一场口水战 三个星期五 多云 多云 多云